最近呢海外疫情越来越严重 飞出国几乎成了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今天跟着小姐姐一起云游韩国看建筑吧 其实故事呢要从去年年底说起 我的同事拿了这么一张图放在我面前说 看好可爱的帮帮堂屋哦 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鬼 紧接着呢是一个长了金色鸡脚的房子 哎呦呦呦蜡眼睛 再然后又来了一只金色鳞片的丫头 这都什么沙雕房子呀 这些房子呢都是一个叫做 MuHu的韩国大叔设计的 所以我就去搜了搜他的官方主页 想看看他有哪些作品 结果我看到的是一只一老鼠 但是我决定了2020年我要变Peace 绝对不随便第四建筑师 于是我飞去了韩国 跟MuHu叔叔一起待了三天 经历了人生最快的一次黑转粉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顺移进韩国首尔的一栋 普通小房子里 Hello Hello Hi Welcome Oh You've traveled all the way from Shanghai MuHu叔的工作室就在这里 绝对是一个宝藏屋 黑红金三色搭配 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有点诡异的游乐场 金色的墙面上放了MuHu把人体太空飞船建筑 一起绘制成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涂鸦 结果这批画在2012年的时候 还引起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注意 其中的六幅进入了世界顶尖美术馆的收藏 MuHu偷偷告诉我 哎 狗马的出价还不错哦 另一边的墙上还放了一堆 他造出来或者没造出来的小房子的模型 其中一栋里面还有一堆正在圈圈叉叉的小人模型 天呐 用这种模型做尺度参照 真的是绝了 房间当中的红盒子是无数操控自己整座 工作室飞船的驾驶舱 画图只是他这里生活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大把的时间用来放空自己 睡觉 看书 看电影 甚至玩遥控车 哦 对了 他超爱飙车的 平时的座驾就是一台全红色跑车 对了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MuHu有点眼熟 当时我的同事就说了 哇 这飘逸长发 微胖的身材 活脱做一寒板 高小松压 这么激烈的画面之后 我们先缓一下 看一座巫术作品里 算是低调发挥的房子 MuHu呢 他从来不缺跟他脑洞一样大的客户 这一位在首尔经营幼儿园的阿姨 始终认定自己是来到地球上的外星人 她找到穆叔说 你给我设计一栋房子 给我和我儿子用 一层呢 还要带一个对外营业的摄影工作室 阿姨买下的这块地 70个平方都不到 是的 你没有听错 70个平方都没有哦 一旁有城市的停车场 一旁有建好的小楼房 根据首尔的要求 多层的房子在建的时候 越往上 楼层面积还要越减少 你不要担心 穆叔有办法 他首先勾勒出房子可以建造的最大轮廓 然后把轮廓上的点点相连 得到了许多纵横交错的直线条 在线条和线条切割的墙面上 穆叔掏出一些奇奇怪怪形状的洞口 作为窗户 而图这么画 他还真把房子这么建 这些瑞丽的线条 从楼下看上去 感觉要冲破天空一样 房子外面的线条也进入了内部 根据这些线的走势 墓叔布置上了家具 放上了灯管 虽然每一层的面积很小 但整个氛围就很活泼 很温馨 还用了浅浅的蓝色 灰色 木质的材料 超级温柔的 在那个寒冷的拍摄日暖到我了 再然后 穆叔带我飞去了吉州岛 Let's go 在这里的市中心 他放了一只张牙舞爪 咆哮中的怪兽 是一间叫龙头屋的小客栈 从龙头屋走出去不到五分钟就是海边 这里是吉州岛的一个著名景点 龙头岩 其实是一块怎么看都不像龙头的火山岩 小客栈的外观再次是木书经典的红黑配色 选红色是他在造一场龙烹火 黑色的房子是龙的脑袋 上面升起的楼梯一级一级的 是龙在甩尾巴 到了客栈的里面 墙反而被刷成了纯白色 有个让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 这里的窗户都是菱形的 要么三三两两拼街 要么单个存在 在二楼的公共客厅里 木书一边指着窗户 一边跟我坦白 其实我们是造房子的 算有限 所以窗户都只能做成一米乘一米的标准尺寸 一溜排过去 会面太普通了 当然对木书来说 他怎么能接受平庸呢 哦 它看起来像蜂 你把它放在这儿 那是大色的歌 那 agent 同情的 从三层的图书室 推门出去 就到达了 小客栈等高潮所在 顺着红色台阶爬上龙尾巴 大风吹在耳边 激发了木书表演愈 他一边只给我看 几州岛的汉达山 在那里 一边对着飞过去的飞机 欢呼雀跃 在很多媒体的描述里 穆叔是一个随随便便做设计的人 但跟他相处下来 我向你保证他不是这样 在这些看似搞笑的房子背后 有他非常缜密的心思 他帮客户爸爸们做很多细节上的打算 比如节省预算 穆叔研究并且敬仰许多前辈的建筑师 他告诉我 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楼梯设计 和建筑理论家LeBuse Woods常描绘的金属造型 都对他的设计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是的我发现在龙头屋里 虽然建筑面积很有限 但穆叔放进了一个可以加吊床望天的小天井 这就很有安藤忠雄的成名座 筑集长屋里天井中庭的味道 你是不是觉得穆叔的英文特别好 他今年52岁 出生在韩国东北部的一个矿业小镇上 爸爸是地质学家 妈妈是英文老师 中学的时候还全家移居到澳大利亚 住过几年 小的时候 穆叔就特别爱画画 爱涂鸦 可以安安静静的一个人 画上一整天 还被爸妈曾经以为出过什么问题 到了念大学的时候 他就选择了念建筑 研究生的时候 申请上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系 念书时就是个另类学霸 最后高潮来了 在几周岛上 我看到了那个曾经崩坏我三观的丫头屋 进入太空丫的过程就很魔幻 它的入口藏在地面两个方盒子 房间的中央 顺着旋转楼梯爬爬爬爬到顶 要大力推开一块厚重的木板 这就进到了丫头的内部 欢迎来到《优优独播室》 斑马文地板 正红色墙壁 黑色家具 淋浴房和厕所里面 贴满了耀眼的金色瓷砖 穆叔的经典配色在线 穆叔说 我是韩国人 但我喜欢黄色 像中国人喜欢黄色 其实丫头屋最初跟丫头没有任何关系 有个更严肃的名字 叫风之屋 几周岛以风大出名 穆叔就从风这个概念出发 勾勒出了一个女人 头发飘在空中的造型 这个金色房间就是凝固在风中的头发 其实整个房子要分成三个部分 两个看上去相对低调的混凝土盒子 落在地面 贴了金色鳞片的房间 飘在空中 屋主人是个眼科大夫 三个房间现在都用作LBNB 其实丫头屋这个名字是周围的邻居叫出来的 从室外看 飘在空中的房间就像一张巨大的鸟嘴 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的角度 在院子里面 抬头 整片天空被这个巨大的鸟嘴所覆盖 莫名的喜感 将艺术融于建筑设计的这种风格是木书非常独特的创新手段 所以即使这个房子看上去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悟 却不惹人深夜 还得到邻居们的一支好评 最后的最后 我要带你看一个脑洞炸裂的东西 在丫头屋设计的过程当中 雾书做了一个实验短片 上演了一出大戏 地球遭遇外太空袭击 丫头屋喷射出导弹 击退敌人 最终拯救了地球 最终拯救了地球 居民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这就是MuHu叔叔 是我2020年新认识并且爱上的一个建筑师 如果你在这里认识并且爱上了我 记得一键三连哦 3 2 1 开始 其中一段 没有一段 金 黑红 台全红色跑车 中间卡了 卡平 哎呦 漏了半句 看到这里是 一座放了一只 放下来可以 继续 从口音来 嗯 再来一遍 是 周岛的汉拿山在那里 在哪里 哎呦 气上不来了 vana 这是 修装 修装法 哈喽